你 干一干啊 石滑滑 张总 你醒啦 你 你别过来啊 朱总 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没什么好谈的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你说伤了我很抱歉 可是你的手臂 也太容易脱臼了 这是缺帘的表现 你看 我给你开了几副 强筋健骨的药台 所以还是我的问题喽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我那是不小心 有正常的能力 一不小心 把人胳膊弄脱臼的嘛 稍微会点武学的 都懂先例的 我那是本能反应 不过说到底 都是我的责任 对不起 搭账负一人做事一人汤 请您得罚我 那你以后不要吹 在我面前 抱歉 朱总 只有这个书难从命 在下还背负了 照顾你的责任 所以在你好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那我走 你别这样 石滑滑你还干什么 请接受我的道歉 把你扶给我的 我 我不给 石滑滑 我 我答应过爷爷 要把你照顾好的 结果却造成了 现在这样的结果 都是我的失责 要不 要不你也打我吧 对 你打我吧 把我胳膊也打断吧 这 我是不会打你的 为什么不打 我很耐打的 而且你打完我 你就会好受一点了 我心里也会好受一点的 而且我清楚你想打我 我从你的眼神中 能看出来 不 我不想 有一点想 不想 真的有一点 没有 你刚才还多了一点 我是不会打你的 打我 快过来 还给我 不 打我 给我 周总 周总 你先打我 周总 周总 你别动 别动 打我嘛 打我嘛 你打我嘛 你 你 放开 对不起 周总 那是我的本能反应 我的手 不是 中间甩到我 我现在就躲开了 正常人都是这个反应啊 当有东西打下你身 你就会躲开啊 你看 对不起 周总 对不起 周总 这死活活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不是啊 你应该躲开才对啊 我看来你的反射神经 应该治疗一下吧 周总 我帮你看 我帮你 你让我帮我帮你 对不起